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新竹市光复路市往返市中心新竹科园学区重要道路市府交通处去年争取经费进行全程五三公里共二十五处路口的石质重整因应各时段车流情形进行滚动式调整 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实施满一周年光复路不同时段车流所设置的七种石质大约可为每个驾驶节省三分钟时间 交通处表示光复路横跨半个新竹市连接新竹市区新竹科学园区与新竹县是东区重要道路之一 一旦因光复路路口复杂过去通行秒数无法满足车流需求是否争取交通部智慧交通基础建设与应用计划六百五十万元经费 去年底完成从光复路与南大路口到光复路一段十八项全场五三公里共二十五处路口的石质重整 从早上六点到晚间十点因应不同流量划分七种石质经调查后调整 上午间峰时间从南大路到近园区共可缩短一百八十五秒时间 下午则可缩短七十秒且停等次数可减少一次 也就是说驾驶只要是绿灯路段就可连贯通行大幅提升光复路行车顺畅 交通处表示光复路的通行秒数是车流顺畅重要关键 交通处利用一年时间进行观察检测 搜集车流动态资讯进行滚动式调整 透过时质重整与一贯性 如今亦可调整到为每个驾驶节省三分钟时间 光复路经过时质重 诊后让逐科上班族最有感 在园区工作的林先生说 十几年来每天从光复路进逐科远区 庞大车潮让车流缓慢 常碰到好不容易过了路口 过一百公尺又遇到红灯 耗志不连贯的情形很常见 但这半年来实质经过重整 大约则省下三到五分钟行程 路况还算顺畅 不会长走了一个路口 下个路口就得红灯停等 交通处长倪茂荣表示 精简是耗志周期秒数 动线规划并检讨车道分配 路口交管调整后每辆车可节省三分钟时间 一光复路尖峰时段破一万台的车流计算 加起来的整体效益可节省时间达三万分钟 五百小时 宁毛荣说此次重点调整 路口包括因应新竹转运站启用 在公园路路口增加左转道与十项 改善左转车对持行车的干扰 光复与十平路口增设分隔 导设时与除车空间 调整十项光复路与光复路一段五百四十四项 科学原路双T路口重新配置路口耗制 改踩直到轮放减少车流交织冲突 让路口更安全